韩国近年以软实力吸引人们的眼球 其实韩国的工艺科技也傲视各国 当地一项举办了十年的穿戴式电脑竞赛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拿出看家本领 展示虚拟现实、3D增强版本等穿戴式电脑新技术 韩国科技技术院今年举办的电脑大赛 分原型竞争和理念大赛两大主题 近年来穿戴式电脑已融入物联网 包括医疗和智能家居网络 同学们的作品就和这些息息相关 像这些可以穿戴身上或者衣物上的小型电脑 就有无限可能的使用空间 如果工人从高处坠落 这个智慧面罩和LED绣标就会发出警告灯 并通过应用程序通知管理员 这名参赛者研发的这双鞋 有自动传感器可测量楼梯的高度 协助视障人士安全行走 赛会上也展示其他研究成果 例如这个红外线照相机能在感知人的动作后 通过实时的3D字符复制动作 在不同地方的两个人 可以借这项技术在一个虚拟的三维空间 共同执行同一个任务 穿戴式电脑竞赛开放给韩国所有在校大学生参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